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想吃吃看 又够赞了 收到这么好吃的礼物真的是太好了 我也要舔 不行 太难看了 这个调味酱没有加什么黄斧剂 所以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了 那一定要赶快吃掉啊 什么时候吃啊 今天吗 不行啦 等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 现在就吃嘛 不行就是不行就是很特别的美食哦 只要东西越好 就一定藏得更隐秘 这就是妈妈的习性 妈 我想用那个调味酱拌生菜了好不好 好了啦 你怎么这样啊 又什么都拿出来用了 这可是特製的调味酱 当然要在适当的时机里面 放在适当的沙拉上面 今天带穿好了 司机还没有到 要怎么办呢 对了 妈 那个调味酱可不可以 就是特製的调味酱了 妈 你又把它给忘了对不对 我才没有忘呢 我只是在想 什么时候把它拿出来吃比较好 快点拿出来吃啦 拜托你 赶快拿出来办东西 拿出来办东西 今天可是关东煮 我又没有说要拿调味酱来办关东煮 来吧 来吧 我看不想能贴 听爱我们这一家 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曳気一久 爸爸 你蔬菜也得吃 小葵今天开始 你要拜马铃薯调味酱 快点 已经过期了 怎么倒那么多 今天要到齐乐 今天不吃就会过期 要快点吃 快 我不是跟你说要早点拿出来吃吗 你一定要全部吃光光的 这可是很高级的调味酱 生菜沉下去了 不管了 赶快吃吃看 这是等级厨师的特制调味酱 倒太多了 完全吃不出味道了 你这孩子实在是 这一定很好吃的 特制沙拉的味道 所以我就说倒太多了 可是还是很好吃 你这种舍不得拿出来吃的坏习惯 要改一改 可是我 这就是妈妈的习性 我要出去一下 知道了 妈 妈 你最近都穿这一件 是今年的最爱吗 对啊 终于把它拿出来穿了 虽然前年就买了 哈 前年 是啊 在白货公司买的 虽然很贵 但是还是摇摇把它买下来 为什么之前都不穿 真的 要穿好的衣服 需要很大的决心 又是妈妈的习性 其实有好几次我都想说 今天把它穿出去好了 今天还不是穿它的日子 阿兔一直下不了决心 结果就脱了两年了 两年 太久了吧 总算下定了决心 还是穿的啦 非贝 都过了两年了 都算现在用平常心来穿它 我出去了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什么逻辑 是螃蟹罐头 等一下 马牛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螃蟹罐头 你好 你好吗 你不要以为唱歌就没事了 这个今天就要把它吃了 知道吗 我告诉你 万一又像上次那个调味酱那样 那不是很浪费吗 可是 螃蟹真的好好吃 很不错 今天吃这个螃蟹真的好吗 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我不是跟你说过无所谓了吗 这可是很高级的雪鱼子呢 这一次绝对不能够再到橘子看到了 对话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是我送给你爱琴的花朵 骗人 我才不相信呢 你已经不敢给杀了 我杀了她是因为我嫉妒她 我是这个样子吗 不要追说 我们之间已经玩了 都这么玩了 要赶快换衣物了 突然出现在两人之间的一道裂痕 究竟这段恋情似乎就此结束了 下行骑士 真凶头上顶着土 怎么还不来 来了 花太太 总算赶到了 三角太太也来了 对不起 没关系的 是三角太太好心 要把展览会的门票分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厚着脸皮跟着一起来的嘛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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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马上回来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是这样的 我刚刚想起来我好像没把门窗关好 都关好了 所以我才又跑回去确认了一次 这样啊 其实是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家隔壁遭小偷 好可怕啊 遭小偷 是啊 是啊 家里面的现金还有珠宝全部都被小偷偷走了呢 好几惨啊 我只要想到我们家也差一点被偷就觉得好可怕 所以现在我都很小心门户怕得不得了呢 嗯 浴室的窗子 所以我现在都是这样 不跑回去几次重新确认就会觉得很不安心呢 太辛苦了 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才没这回事呢 不会啦 这种情形其实大家都有啦 没错 没错 我也有 我也有 真是累死人了 怎么没钱包 竟然在这里 包包忘了 就这样跑回去好几次 最后确认钱包也带了包包也带了才出门呢 真好笑 有够自呆 可是 这汉尾的情形好像不太一样 我想起来了 我也有 吴三太太也有 确认过好几次 在浴室里洗头发的时候 这是在洗第二次的洗发精 还是在润丝呢 结果到底洗到哪个阶段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结果呢 算了 来润丝好了 这是什么 又是洗发精 结果就洗发精 瑞斯精 洗发精 瑞斯精 没完没了啦 你确认起来就没完没了啦 大家都会这样呢 这种情形好像完全不一样 对啦 我自己也是啦 花太太也是啊 对啊 我跟你们说 我上完厕所的时候 我刚刚有没有冲水啊 我刚刚有没有冲水啊 哎呦 不过啊 像这种事 只要自己一个人在家 有时候就是会忘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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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跟我的情形 根本就不一样啊 所以啊 三脚太太啊 大家都是这样的 就是啊 没错没错 你也不要想太多 不是你奇怪 是大家都一样啦 大家都一样 没错没错 哦 对了啦 你们要不要到我家去喝杯茶啊 三脚太太啊 你确定有把门窗关好才出来的哦 三脚太太啊 你是想太多了啦 担心会有什么万一 其实只要一开头 就会越想越多 钻牛角尖啦 是这样吗 对啊 我们人其实都很精明的啦 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怎么了吗 门鬼鬼啊 不会吧 难道是闯空门 那说不定人还在里面呢 不要紧 我们有四个人 说的也是 好 我不要啊 你非常倒霉啦 我啊 太太太太危险了 你回来啊 我们叫警察吧 我 我太太 要不要紧 不要紧 没有遭小偷 是真的吗 好像是我自己忘了关门直接就出门 什么 把我吓死了 是的 今天屋子比较乱 我这个人真是糊涂啊 你这个人就是太不小心了花太太 不过看样子也没那么大不了 说不定干脆不要关门它比较安全 那怎么可能呢 不过看样子不会遭小偷就是不会遭小偷 所以想太多也没有什么用 对对对就是这样三爪太太想太多不好 没错没错 太好了 三爪太太总算打紧精神了 像这种没神经的人类 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我来去倒茶你们等一下 就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啦 就在沙发前面桌子上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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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讨厌老爸 我不应该回来吧 不是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你在干什么 老爸 你有没有看到印章 印章 对 找不到 我记得最后一次用是在巡观这里 什么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这种芝麻小事 真是对不起 真是奇怪 会不会掉下去 跑到鞋子里面去 不会吧 印章 这个该不会就是那个印章吧 我是快递 来呀 辛苦你了 这是印章 麻烦请盖在这里 谢谢 豆香 是乡下阿布寄来的 怎么整箱都弄得脏兮兮的 连手都被弄脏了 不知道寄什么东西来 希望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放在那种地方 当然找不到我了 找不到 印章 你在哪里 我找不到 印章 怎么会在这里 一定有什么 每次都放在这种奇怪的地方 然后才来引起一阵骚动 印章 印章 好 跟他说 一定要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 他就是不听 放这里应该就会注意到吧 OK 哎呦 猜到啊猜到啊 什么帽 原来放在这里 难怪我会找不到 我完全没有印象放在这里 这样一来就可以申请雷格了 OK 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决定一个适当的地方来放 要放在哪里好嘞 适当的地方 你放 我看放这里好了 放这里 来啊来啊 动作快点啦 哎呦 等一下啦 幼子 谁叫你突然说要印章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今天之前一定要把统一购买教科书的申请单 盖好章交出去的 好啦好啦 别怀怒啦 吉子啊 你知不知道啊 知不知道印章在哪里啊 又不见啦 拜托 我哪知道 奇怪了 不是在柜子上吗 我是有在柜子上看到过啦 一下子又不见了耶 快点啦 我没时间了 好啦 我知道啦 问题是我想不起来放在哪里咧 想不起来 我到底放到哪里去啦 我说你 有没有找过洗脸台啊 哎呀 不是在那啦 在哪里啊 妈 我看你先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吧 明天交好不好 不行 老师一再强调绝对不准迟交的 真是的啦 你不要站着花呆赶快帮忙走啦 算啦 把银行用的章拿出来嘛 那个是很重要的章咧 啊 算算去啦 不拿出来用也不行啊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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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厨房啊 妈 还没好吗 妈 那个 不会吧 连银行用的印章也不见啦 奇怪 找印章为什么连冰箱都打开了 因为上次电视上说 闯空门的事件越来越多 你是否认为住在大楼最顶楼就是很安全的呢 事实上有很多闯空门案件就是因为看准了住户这种心理而犯案的 今天为您介绍几个房范小小所能藏匿重要物品的地方 比方说像这个地方 冰箱 冰箱 有道理呢 一定没有人会想到这里 不可以 小偷说不定也有看过这个节目呢 要不然就放冷冻库好了 等等 这里好像也 结果 最后你到底把印章放哪去了 就是想不起来啊 到底怎么办了 算了 柚子 把申请单给我吧 你干嘛签名啊 欧美也没有人用印章啊 我们又不是外国人 无所谓啦 就是说嘛 柚子啊 签名也OK啦 不愧是老爸 你讲这什么鸟话 真的不行呀 废话 这还有说 真是的 啊 啊 印章到底到哪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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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基本上啊 都是存在于海里的微生物 所进化演变而来的 所以说啊 在现在 我们人类协议里的盐分比重 今天完全听不起进来做任何事 大概是跟海水一样的 根据这个说法 应该说 为什么每天都得像这样 非来学校不可以 一整天都被关在这种建筑物里 啊 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华同学 你在发什么呆啊 你有没有注意听课啊 是 这一段我会考的哦 哎 小悠 你在干什么啊 没有啊 什么事也没做 你干嘛 现在是午休时间 要不要出去 不要 今天不想动 觉得好累啊 而且外面好冷啊 那我也不要出去好了 好 嗯 从这里看出去 觉得走廊就好像水族箱一样 那些人就像在水族箱里的鱼 哼 小妞 嗯 你自己一个人在笑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你看那边有没有什么感觉 嗯 嗯 好好笑哦 走廊 走廊有什么不对啊 不是啦 我只是觉得走廊上的人 每个看起来都好像鱼哦 咦 嗯 你看 走廊看起来像不像水族箱 有吗 你看 那个 像不像鱼 嗯 哦 哦 真的耶 看起来的确有点像鱼 没错吧 嗯 那个是翻车鱼 哦 真的耶 真的是翻车鱼耶 对吧 你看 那群一年级的 活像是一群沙滴鱼 哦 真的耶 是沙滴鱼 你好厉害 超好玩的 好玩吧 又来了耶 他长得像钊鱼 真的 好像钊鱼一样 接下来 我是什么呢 啊 是沙鱼 沙鱼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没有 没做什么啊 回答要清楚简洁 对不起 下一堂课绝对不准迟到 迟到的话 法跑操场二十圈 知道吗 知道了 吓死我了 就是啊 真的被吓死 看样子海里面还真危险 一点都没错 下一个是什么呢 什么呢 家伙 太好玩了 那是什么鱼 没有这种鱼啊 没有这种鱼了 绝对没有 你们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 你们在做什么 没有 该怎么说了 人看起来就像鱼 走廊看起来像水族箱一样 人像鱼 走廊像水族箱 你看 经过走廊的那些人 看起来像不像各种鱼 看起来像不像各种鱼 原来是这样 鲸鱼和鲸鱼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石田 又来了耶 那是鱼鱼 的确是鱼鱼耶 来了一群女生喔 那是一群热带鱼 热带鱼喔 那那是什么鱼啊 海豹 海豹 你们好有默契喔 这个游戏真是无聊 干嘛 有的是你先开始玩的耶 是没错啦 不过 我是为了什么 开始玩这个游戏的 嗯 为什么咧 我 这种是常有啦 这就是青春期的七大骑士啊 嗯 刺激啊 啊 从前从前 有一个地方住了一位老爷爷跟老婆婆 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 老爷爷发现了一只被陷阱卡住非常痛苦的白鹤 好奇怪喔 这是什么鸟啊 白鹤 白鹤 是白鹤 心地善良的老爷爷 虽然觉得很疑惑 但还是帮白鹤把陷阱拿掉 白鹤 恢复自由的白鹤 非常高兴 一直在老爷爷的身旁跳舞 白鹤 白鹤 接着就飞向天空中去了 白鹤的叫声原来是那样的 就在那一晚 我有四香球 是什么事呢 在这瘦雪的夜里 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姑娘 站在门外 他好像是在这下大雪的夜晚 迷了路 老爷爷跟老婆婆很好心地答应姑娘 借宿一晚 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老爷爷 老婆婆 可不可以借一下旁边的这间房间啊 哦 没关系 你用吧 你要做什么呢 素我无法相告 另外 我还有一丝相求 不管怎么样 请你们千万不要偷窥啊 听到千万别偷窥 一般人总是反而更想偷窥 怎么样呢 老伴 太暗了 根本看不清楚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老爷爷 大婆婆 其实我就是白天被陷阱缠住的那只百合了 今晚为了报答两位 我将释出我的活生结束 为你们唱歌 晚天来我们这一家 总买完了大一家 夕阳已久 哎呦 怎么又下雨了啊 很害的啦 买这么便宜的蛋糕 好意思嘛 花太太 早知道就应该穿旧的鞋子出来啊 三角太太的先生 不是在当医生的吗 他应该吃惯了美味的高级蛋糕吧 我们还买这种超市的一般蛋糕 哦 真的是好讨厌哦 下雨下得我都快还死了啦 不过你会不会一直觉得很在意呀 啊 你说脏泥巴哦 真的很讨厌你 不是这个啦 我是说三角太太 突然要找我们谈一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从昨天就一直在烦恼呢 万一她要说的是很严重的话题 那怎么办呢 哎 有击碎的 花太太神情真的很大条耶 三角太太在电话里说话的口气 跟平常很不一样 会不会是跟她先生发生什么问题了 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最糟的情况就是中年离婚 啊 怎么办 如果是谈这件事 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啊 三角太太 我没办法帮你 谁倒太太呀 红灯呢 啊 三角太太 你好 打扰啦 哦 这藏羽哦 下得好久哦 下雨天还把你们请来 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哪儿的话 我们也好久没来你家坐坐了 哦 这是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哦 哦 真是不好意思 那我就收下了 请坐 两位请坐啊 三角太太看起来 倒是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丢膝啊 让你们久等咯 哇 有三层耶 隋岛太太啊 你快看啊 很有英国式下午茶的味道哦 对呀 真的耶 啊 惨了 她也准备了蛋糕 而且一看就知道等级差很多 这个好高级哦 哇 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 喜欢就尽量吃不用客气 果然比平常凝重了些 大概要说出来了吧 你怎么了 没有 只是在想 这雨怎么一直下个不停 就是够嘛 下雨天真的很讨厌 天气预报说 还会下下天气 花太太真是的 下雨的话题就别再说了 我现在想听的不是这些了 就是啊 真是令人心烦的天气 想不到住在这么豪华又高级的房子里的人 竟然也会有烦恼 他究竟在烦恼些什么呢 没关系的 你就尽量说吧 如果我能够帮得上忙的话 那个 其实是 这个好像是餐厅外送的盘子 来啦 花太太你也帮帮忙 是什么事啊三角太太 嗯 是这样的 我以前有在养狗 后来 那只狗死掉了 我哭了好几个月 还发誓 以后再也不养狗了 啊这样啊 他先从养狗的事情说起 不知道待会儿会说什么 我就很怕狗啊 花太太 我从以前就跟狗不算投缘呢 是吗 不过 养狗真的很不错 像我们家小孩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我先生有那个样子 啊 什么 他先生有哪个样子啊 哪个样子啊 对了 现在的狗都吃什么东西啊 啊 啊 你就别再提狗了 先生比较重要了 我想听他先生的事 对了 你先生最近还好吧 三角太太啊 也麻烦再给我一杯 好香的味道 看样子没办法绕回他先生的话题了 刚刚三角太太到底想说什么呢 对了 我们刚刚搜到哪里啊 花太太 nice 对呀 刚刚说到你先生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哦 是啊 你们这栋大楼可以养狗呀 只要事先申请就可以了 我们那一栋大楼曾经有人让狗在电梯里面尿尿了 所以后来就禁止养宠物了 不行了 这下子真的没办法再把话题扯回他先生身上 你先生他有没有说什么啊 nice 话题扯回来了 我先生他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 哎呦 男人都是这样的的 都很讨厌这种麻烦事情 受不了了 我们家倒不是只有养狗的问题而已 那么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呀 啊 啊 啊 没没什么了 我只是想说还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呀 是还有件事 不过希望你们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了 嗯 不会的 你说吧 是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其实我 其实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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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啦 只是弄丝了而已 真是吓死人了 刚刚的雷 但我突然想起来 我以前曾经被五只野狗追着跑 五只野狗 五只哦 你就不知道我当时跑到有多快 我拼了命地爬到铁丝网上面去 才总算保住一条命 对不起 我想象了一下花太太当时的表情 就忍不住笑出来了 我那个死后一点都笑不出来 你就不知道我那个死后有多拼命 你不是要说你先生的事吗 算了 没事了 我笑得太过头了 心里总算轻松多了 对不起哦 这样啊 雨踪雨停啊 真是太好了 就是啊 还好三套天气 就是啊 阿布 我要走了 阿雄啊 嗯 这哦 你带来啦 哪有需要 你就带出来赢啊 阿布 阿布 这个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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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诚好帅哦 哎 柚子 身为男生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很帅啊 是还不做了 就是啊 很有成熟男人的感觉耶 成熟的男人哦 哦 你们两个昨天也看了阿诚演的连续剧哦 那还要说阿诚真的好帅哦 是啊 很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哦 对啊 没错 一点都没错 这就是成熟的男人 我也好想赶快找到哦 可是 要怎么做才能像他那样啊 要怎么做呢 嗯 嗯 嗯 阿布 阿布 哈 就着这个 成熟男人的关键字就是阿布啦 哎 小悠 如果能把阿布这两个字叫出口 就代表已经是成熟的男人了 懂吗 嗯 对了 小悠 你平常都是怎么叫你老妈的啊 我 我啊 我都叫 呃 妈 哦 你都叫妈哦 那你又是怎么叫你妈的啊 我 我都叫老妈不行哦 没有哦 哎 小悠 嗯 我看我们也差不多该改口叫阿布了吧 嗯 说的也是 那我看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改叫阿布好了 哦 从今天开始 对啊 这种事还是要找点习惯比较好啊 这样才能一口气变成成熟的男人呢 好吗 哦 哦 说定咯 不还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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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很奇怪 得假装自然一点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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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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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像都怪怪的 又子 kaoca 又子啊 你回来了 阿布 阿布 脯阿布 ỹ 就是说 那个 柚子啊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啦 洗澡水还没好吗 当然还没有好啦 你平常又没有那么早洗澡 我还是说不出口 你今天有点奇怪哦 对啦 你去帮我把浴室洗一洗好不好 当然 阿木这两个字实在是很难说出口啊 看样子还是得需要更慎重的思考才行 写好浴室之后就到妈那里报告 然后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 阿木 浴室已经写好了 就是这样 这样就能顺利叫出口了 阿 阿 阿玉师洗好了没有啊 怎么跟想的不太一样 阿 阿 嗯 洗好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 那个 阿 阿 呃 呃 你知道上班族的女生就叫粉领族吗 诶 柚子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没有了 那个 哈哈哈哈哈哈 这问题也太牵强了 嗯 对了 顺其自然最重要 阿布 今天晚餐吃什么 就是这样 很好 我回来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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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公司的特价活动快要结束了吧 什么 冬季服装会比较便宜 那是当然的啦 不过那又怎么样 没有啦 没什么 哇 嗯 柚子今天一直都怪怪的呢 哦 太好了 姐现在不在 今天 味噌汤的料是豆腐 就是现在 哦 今天的味增汤是放豆腐哦 味增汤果然还是阿布煮得好喝 嗯 这样应该就说得出口了 哦 嗯 今天的味增汤是放豆腐哦 是啊 嗯 味增汤果然还是阿 我回来啦 哦 你回来咯 刚好要吃换了 诶 诶 你刚刚说什么啊 呃 我是说 我想喝加豆皮的味增汤 豆皮哦 哦 还真是稀奇咯 诶 好啦 我就照你的要求 今天来煮有加豆皮的味增汤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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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什么有加豆皮的味增汤 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 我需要了 换你 对啦 对了 偶然 我就假装偶然间碰到 噢 你干嘛啦 你不要吓我 阿布 就是这样 假装吓一跳 然后脱口而出 这样子一定没问题的 差不多要出来了 你干嘛啦 怎么了 阿爸 怎么会追你呀 阿爸 哼 既然改口叫我阿爸 你这家伙长大咯 哈哈 哈哈 你已经叫阿爸了 是啊 事情很自然地发生了 太厉害了 小佑 你已经可以叫阿爸了 这样厉害吗 当然厉害咯 我根本就还不行啊 结果还是被你领先一步了 可是啊 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叫阿母啊 就是啊 又想得很简单 事实上根本叫不出口 要成为成熟的男人果然不容易 看起来雨不会马上停啊 酱油酱油 请客人来吃鱼 咦 咦 现在擠了 这算这么一点点呢 真是干都倒下来啦 好咸喔 多加水啊 多加水啊 好淡喔 对 加盐巴好了啦 連鹽巴也沒有了 好啦 大家快吃吧 我要看到囉 媽 今天的滷菜顏色好像很淡 咦 咦咦 大概是因為我今天用薄鹽醬油 好像連味道都很大 我是故意要煮清淡一點 不過 倒也還吃得下去 話是這麼說沒錯 就是說 雖然他們今天最後還是都吃下去了 不過明天要趕快去買醬油才可以 怎麼連這個都用完了 柚子啊 換你進去洗澡啦 好 我去洗 怎麼回事 根本沒什麼泡泡 有泡泡了 還好他都沒有發現到 今天又下雨了 而且下得比昨天還要大呢 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 這裡也是什麼都沒有 晚餐要怎麼辦呢 還有咖哩調理包可以煮 可是只有一包呢 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 吃咖哩啊 今天吃咖哩 媽 這個咖哩怎麼水水的 沒有錯啦 這是現在最流行的湯咖哩啦 這是花家特製的湯咖哩 大家快趁著吃吧 湯咖哩啊 這麼一點咖哩味也沒有 太淡啦 聽說湯咖哩吃起來就是這種味道 算了 雖然淡了一點 不過也還吃得下去啦 就是這樣嘛 早上幫他們拼過去啦 媽 什麼事啊 這洗碗巾為什麼沒有泡泡啊 你是不是加太多水 我是想說齁 加點水的話就可以增加一倍的量 這樣才可以省錢嘛 你 你加了一倍的水 可是這樣為了弄出泡泡來 就得用兩倍的量 那結果還不是一樣 這個媽 喂 這個洗髮精根本就請不了泡泡啊 這種時候 你就給他多倒一點洗髮精出來用不就好了 我已經全用了還是請不了泡泡 我才問你呢 難道說媽 你連洗髮精都嫁稅喔 這也是省錢的環化嘛 媽 你是不是把這個葡萄汁沖淡了 喝起來水水的都沒有味道 有些果汁不是也只有百分之七十而已嗎 那也沒有必要 應把百分之百的純果汁給沖淡啊 我就知道 今天的湯咖哩也是 媽 你把一包調理包硬煮成雖然飯對吧 可是我已經有多加一點咖哩浴混了 媽 你該不會是因為最近一直在下雨 所以根本就沒有出去買菜吧 被猜中了 明天就去給我買菜回來 好啦 受不了 太好了 我錢買了 我錢買了 萬人來我們這一家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 今天晚上很澎湃耶 算是我補償你們啦 媽 你去買菜啦 對啊 你看 這樣就沒問題了 嘿嘿 大家快來吃飯咯 快等趁熱吃咯 我要開動咯 我要開動咯 咦 有什麼不對嗎 這個味道 今天味道一定夠啦 因為我今天特別加了很多的調味料 我是覺得味道好像太重了 咦 這麼鹹怎麼吃啊 咦 是你們一直收很彈的啊 做事幹嘛這麼極端啊 那不然 要加水嗎 拜託你 別再亂搞啦 那我們就開動吧 我要開動啦 我要開動啦 給我抖女婿啊 我是教人李怡 以及三百年的李怡呼人花媽 我來請問一下 使用這種免洗筷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把筷子 搬開來才是禮貌的作法咧 這個嗎 應該是 到底該怎麼搬開來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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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怎麼把棉洗筷搬開來 才是正確的禮儀咧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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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啦 不能這樣搬開啦 拿棉洗筷的時候 應該要把細的那一頭朝向左邊 然後再像要打開扇子一樣的 輕輕的把筷子翻開 之後咧 必須先把筷子換回去筷子架上面才可以 絕對不能直接拿來夾料理吃 這才是正確的禮儀 這學期的職工活動就是要打掃街道 我們班要負責的是 這一天合體 真是麻煩死了 就是啊 這種職工活動最無聊了 空管要丟在 腿葉 快把垃圾帶拿來 好髒喔 你好好拿不要亂鬥啦 會很髒啊 撿垃圾還真是辛苦的工作呢 這麼大片的合體怎麼撿也撿不完 那也沒辦法啊 只能慢慢撿了 小佑你幹嘛 腳花跟魔幻森一樣 什麼 我有什麼辦法 這是學校規定的活動 抱怨也沒有用啊 那個袋子裝的是資源回收嗎 抱歉可以讓我丟這些垃圾嗎 沒問題 你們撿了這麼多啊 隨隨便便撿就這麼多了 剛開始我覺得撿垃圾這個工作很討厭 不過看到這裡變得這麼乾淨 就覺得很舒服 說得也是齁 確實看起來很舒服 可以喔這傢伙 又在得意忘形了 不過說真的 沒想到會有這麼多垃圾耶 就是啊 居然有這麼多寶特瓶 真是太離譜了 大家要是能多乖乖地拿去 好嗎 很好 好 好 太離譜了 好 好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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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把那种东西丢在这里啊 说不定是不可告人的黑心钱啊 之前我在电视上有看过 那是电视剧跟电影情节吧 听说被捡到的钱 有七成的施主都会出面来认领回去哦 七成 这么说 还有三成的人没有出来认领咯 如果六个月都没有人认领 捡到钱的人就可以把钱拿走 原来有这种事啊 腾也说得对 说不定真的会出现一笔不可告人的黑心钱呢 太好了 我整个人精神都来了 钱啊 你有没有掉在这里啊 我的纸巢 不过我想会这么刚好捡到不可告人的钱 几率应该超级低哦 正是说嘛 我记得柚子他跟我说他们要打扫合体 真的有在剪刀塞呢 柚子就在那里了 了不起 了不起 我就在这里参观一下好了 小柚 你看 有钱包 你说什么 好 这钱包是我捡到的哦 什么 竟然是空的 我明明早就应该猜到是空的 还暗自期待了一下 真是哦 是吗 可是我一直相信里面会有钱呢 可恶 我还要再找 其他垃圾也要捡起来了 真是个幸福的家伙 我得把垃圾集中 好方便回收 不会吧 妈 吃柚子啊 你怎么跑来这里了 你在做什么 我想啦 我是看你们没有把垃圾袋口绑紧 所以就很自然的把它 不是这个问题 我是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只是刚好从这边经过啊 所以就 你还是快点回去啦 免得被同学们看到了 快点 快回去 那你要能力显得是啊 搞什么 干嘛跑来看啊 奇怪 腾眼呢 上厕所吗 不知道啊 他在那里 腾眼 怎么了 发现什么事了 小悠 这是什么 被埋在下面吗 会不会是钱啊 哪有可能啊 有娃娃看吗 好啊 这个袋子好像很大哦 好棒 是包包耶 好吧 把它拉上来吧 这是什么 怎么会这么重 我看一定是钱啦 你打不开耶 已经生锈了 好 我会负责压住 你就用力拉吧 加油 小悠 看我呢 这是什么啊 这个就是那个做面包用的机器 违法丢弃 石田 像这种家电用品 必须请环保局来收才行 一定是有人嫌麻烦才丢在这里的 所以是违法丢弃 小悠 听说你捡到做面包的机器啊 你真的好幸运哦 通常不容易捡到啊 没有啦 这是 你听说了吗 说什么事啊 不能选捡到做面包的机器呢 竟然会有这种事 小悠 你太厉害了 没什么啦 对 好厉害 小悠捡到做面包的机器 一定会名流千古的 不用流了 大渣今天辛苦了 这种捡垃圾活动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在这之前 这里非常脏 不过捡了这么多年 现在连鸟子会飞来这里 只要合穿干净就会来更多 你想到捡垃圾能够包上这么大的忙 真是太好了 也对啊 好了 我们回学校去吧 是 虽然累死人了 可不还不错 妈妈 我听得好感动 只有认真的努力才能维护环境的整体 回去了 我拜托你快点给我回去了 无油炒蛋 请事先准备好以下食材哦 各位啊 要开始了 首先呢 把切掉地头的红喜菇切成对半并且撕开 再把韭菜给切碎 接着把白饭还有刚刚切好的食材 还有小鱼根换到耐热的容器里面 再好好的搅拌均匀 然后就是 包上保鲜膜以后 再换到微波炉里面加热 接下来呢 用一大匙的水 把一小匙的盐融化开来 再把这个盐水跟打好的蛋汁 加进来搅拌均匀 最后包上保鲜膜 再烘到微波毒里面再加热一次 就完成了